現在年輕 很多人想要做網紅 要做網紅其實沒那麼容易 就是你要一直保持那個流量 讓大家覺得你很新鮮 很特別 那個是絞盡腦汁的事情 可是網紅很可能很有魅力 要嘛收入很多 要嘛有其他吸引他的地方 所以今天我們就要來這個討論 不過有些網紅其實是用騙 鑽鑽出來 然後這個所以有一些是假的 我們也應該要分辨這樣 那比方說這個最近晚安小雞 這個就很傷害臺灣了 對不對 那請教一下這個志偉 晚安小雞發生了什麼事 這個新聞前一陣子 佔據所有媒體版面 連這個BBC都報導 那最主要就是說 因為晚安小雞他是一個YouTuber 但是有人把YouTuber跟網紅是畫的 但其實真正的YouTuber 他不覺得他是網紅 所以待會我們會講 是 那他其實年紀蠻輕的 二十一歲而已 他的頻道大概十九 十二點九萬人 十二點九萬 對 那他就是到柬埔寨去旅遊 結果突然之間就是他就直播 那那個直播畫面 你可以看到他在那個凱爾園區 那就一邊跑一邊直播 然後你就看到他的衣服 就是被撕破了 然後臉上好像還有一點受傷這樣子 然後就一邊跑一邊說他被這個軍人挟持 然後他逃出來 就煞有歧視這樣子 然後因為當然他在講的時候 很多人會在下面留言 就是有沒有求救 然後是誰幫你什麼的 那他一邊講說是不是在演戲這樣子 也有人這樣問 對 因為他曾經在臺灣有過一次 就是也是在直播鄭大哥 然後是說有黑道追殺他 對 追殺到一半 大家真的很擔心 那個晚安小心在臺灣 對 在臺灣 對 他就是說他被追殺了這樣 就追他到一半 到一個工地 原來他在幫工地置入 那所以說當然就會有一些網友 覺得說你這是真的假 這樣子 那他當然就會講說 真的 我真的是怎樣怎樣 他們要來追殺我了 我要趕快如何如何 結果沒想到 那個是假的 對 它是假的 事情打掉 他是被柬埔寨的警方識破 對 那就發現說 其實那個衣服 他們就是在破壞柬埔寨的國家形象 對 因為你就變成說 你到這邊來觀光 可能是會被軍人 而且他還講軍人 被軍人這樣子隨便抓去 然後把你關起來 所以他就很快的 兩天這個事情就破案 就是包括說他的同伙 他們兩個一起的 包括他那個衣服是自己撕破的 對 那臉上那些傷都是假的這樣 那他們呢 在柬埔寨的法院 是下跪 然後認錯 說我們錯了這樣 代價是什麼 因為他在臺灣作假習慣了嘛 所以他以為說到國外來作假 應該也沒關係 年紀真的太輕 二十一歲 結果呢 就本來我想說被罰三萬 那還好啦 罰三萬 我們臺灣 臺灣就是罰三萬 或是拘留三天以下 像是柬埔寨 柬埔寨乖兩年 柬埔寨的總理好像為此還出來講話 是是是就覺得這個不容允許 因為如果我這個輕放的話 或是說罰你三萬就讓你走了 我跟你講 那很多人來柬埔寨 可能也要這樣子做 所以就是官 斬立訣 就是馬上就即刻 那即便說晚安小雞的媽媽跨海 說我身體不好 這樣子 小孩這樣子 我會很難過 不行 是 教學我們官 所以這個事情就等於是說 他的爭議引發很大 那因為晚安小雞 我自己個人 以前晚安小雞 大家還不曉得他們是演的 對不對 他以前就喜歡在臺灣 去冒險 去冒險什麼鬼屋冒險 對 或是那種很 然後這裡面其實有一些 因為都看了幾個 其實真真假假 你也搞不太清楚 搞不好鬼也是假的 對 就是那種好像風吹來 大家會怕那種 其實 因為就是說他的爭議很大 但是還是很多人追隨他 他包括就是說 因為他要衝流量 他去鬼屋探險 去一個廢棄的醫院 其實人家說那是不可以進來的 就他進去之後說 他在拍到有人在樹上上吊 一個乾掉的屍體 那這是真的假的 不曉得 所以後來他大家就開始懷疑 對 那就包括說 他也在他的直播賣東西 他賣那個黃大仙廟 香港很有名的黃大仙廟的節目 然後他說他去求了八百八十八個 你看每個節目都有寫到什麼 什麼香港黃大仙廟 祝你什麼賺一千萬這樣子 一個賣三八八 三個賣一一六零這樣 那很多人就會問你這個是真的假的 他說這絕對不是訪罵 我去求來的 就你沒有想到說 你的直播的東西 網路是無國界 香港也看得到 或是有人看到買了 真的去問這個黃大仙廟 人家廟說 我們根本沒有這個商品 也沒有跟他合作 所以他很多次 所以他如果真的有賣掉 還可以賺三十幾萬 他 因為三八八嘛 乘以八百八十八個 對啊 對啊 然後他連dyson 他都敢那個 也騙 敢騙 他就是說 我這個dyson的晶片做的吹風機 看起來很像dyson 但他不是 那他也沒跟你說他是dyson 因為他知道他講dyson 他會被告 他就說裡面裝的晶片 是dyson的晶片 所以呢 這個絕對不是假的 那王安小雞有幾個人 他一個人而已啊 他一個人 他一個人 他這次去聽到 他會變的阿鬧 阿鬧 阿鬧也是一個youtuber 他們都是很喜歡 做一些離經叛道的事情 那他們十二萬九 有什麼收益 沒有啊 他的總流量 我查了一下 目前為止 因為他成立頻道到現在 三年多嘛 那總流量一百九十三萬 好像也不是太多 這樣算多嗎 總流量嗎 對 總流量一百九十三萬 跟很多的比的話還好 還是就不算太多嗎 你跟好人生活嗎 他其實不太能夠靠這個生活 所以要賣一些東西 所以他們才會 因為有流量 因為youtuber基本上 不太能夠純粹靠流量來生活 一百萬的觀看 大概是三到六萬台幣左右 一百萬流量 一百萬的觀看 觀看 對 大概換台幣 大概三到六萬 三到六萬 對 所以如果今天你這樣來看的話 他們一定得要有其他的收入 才可以增加他的一些營收量 那我們新聞娃娃 也有很多人去看 我們有蠻多集 就超過一百萬 有五百萬的 對 有五百萬 有 本身youtube本身的分潤 但是基本上 他算是一個很小的金額 一般來講一定是要靠打賞 或者是其他業配 或者是你直接置入東西去賣 可是問題是 我覺得我們想要讓 透過youtube來看 娃娃娃的人多 我們才有要幫我換成錢 你可不可以表演一下 我怎麼表演一下 不要你 隨便 表演一下 因為說他基本上 你要想到一個 跟娃娃娃相關的商品 然後就符合這個頻道的一個設定 對 然後又覺得 跟他買的話是OK的 我知道可以賣金鏟子 金鏟子 因為你要生了 對 因為很多媽媽在求那個懷孕 就會想要買金鏟 這邊我們就可以一起挖挖挖 這樣子 比方說把護欄這樣 那你們就說 趕快叫一一九 沒有 鄭大哥的意思是說 怎麼樣讓流量衝高 是不是 對 對啊 就是真的 錄到一半然後就昏倒 那我知道啊 那就三十七週 然後就keep a low啊這樣子 我三十七週的時候 你再放我來 你還好危險耶 鄭聖童當場生這樣子 現場要發那個婦產科醫師 婦產科醫師還有那個什麼 救護車在待命 沒有 這樣子又有新聞了 最近不是都有那個 在飛機上生小孩嗎 我看昨天一個新聞是機長接生 機長 沒想到機長也要會接生 然後剛好機長為什麼能接生 好像聽說以前有受過訓練 所以他會耶 是 這個還是有可看性 當然 對 如果還有人在旁邊錄影的話 對 我記得我們有一次鄭大哥 我們在娃娃娃錄影 然後那一次是 那次是柯四海來吧 柯四海 他跟黃老師 跟黃月水老師 不是吵架嗎 對 吵到一半不是 柯四海就說他不錄了 他就走了嘛 假設我們這是live的話 我跟你講流量一定衝高 一定爆高 對 那一集很有趣 那一集黃老師就吐了 因為他覺得柯四海來洗手禮鏡 那柯四海說他不愛錄 然後一邊講 好 你跟他跌 你跟他跌 我跟他說我給你 我給你跌 你做你 那個就 那個就衝高 還有我們有很多爭議性的話題 流量也非常的高 也非常高 其實那時候可以參考一下 網紅的做法 以前中南部那種賣玉 賣一些奇怪東西的 會找個妹在後面 然後背面 穿燒燒 穿燒的 一直搖屁 對 那你會覺得莫名其妙 可是想看完 對 就流量了 那你覺得我們今天五個來賓 哪兩個比較適合 這個很明顯啊 明顯什麼 他就後面 晃兩下就這樣 我已經要收死你 繼續分享